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号 农历7月25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上海复兴医药供应台湾地区首批复必泰疫苗 在卢森堡起运 本网发表两岸快评 复必泰终于运往台湾服务台胞 政治疫情理应早日终结 台军列出解放军武统七大时机 建制七大打击武器以武巨统 台军敏感期发布解放军军力报告书 亦与合围 送中平解读 本网发表两岸快评 渲染解放军军力源自台独势力心中有鬼 美军全球大规模军演意在中俄 却临时删除台海战争演练计划 驻美大使秦刚首次赞美演讲 14亿中国人绝不答应纵容台独 江启臣称 中国国民党有需要 会选2022朱立伦南下高雄拜会王金平 据新华社最新报道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供应台湾地区的 第一批93.2万剂mRNA新冠疫苗复必泰 北京时间9月1号下午在卢森堡机场起运 预计9月2号早上运达台北 据悉 第二批约91万剂复必泰疫苗 将于一周后起运 另据复兴医药官方微博消息 这批疫苗由BNT工厂生产 新华社报道称 复兴医药与德国BNT公司联合开发的 mRNA复必泰疫苗 今年上半年在港澳地区 获得紧急使用认可和特别许可进口批准 并投入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政府接种计划 今年7月 复兴医药与台湾地区有关企业和民间机构 签订共计1500万剂的疫苗销售供货协议 据台湾媒体报道 8月28号起 岛内开放登记接种复必泰疫苗 首批复必泰疫苗将优先安排12岁至17岁的在校学生接种 此前 针对台积电等与上海复兴签署采购BNT疫苗文件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于7月5号应讯表示 上海复兴医药集团早在2020年3月 就与德国BNT公司签约 参与BNT疫苗研发 并拥有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独家商业权益 作为台湾地区获得BNT疫苗的唯一洽购方 上海复兴有关负责人早已公开表示 愿意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 岛内有意愿的县市民间机构和企业等 可以依照正常商业规则向上海复兴医药集团洽购疫苗 我们希望台湾民众早日用上急需的疫苗 本网今日发表题为 复辟泰终于运往台湾服务台胞 政治疫情理应早日终结的两岸快评 文中指出复辟胎疫苗历经百般曲折 终于成功运往台湾 这一路真的不容易 真的要为从未放弃努力的两岸同胞点个大大的赞 人民生命健康高于一切 新冠病毒才是两岸乃至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沉迷于政治算计 漠视民众生命的做法 最终将遭到民众的唾弃 奉劝民进党当局 赶快停止对人民的政治愚弄 忠心希望台湾民众早日用上放心的疫苗 台防务部门近日发布了 2021年度解放军军力报告书 该报告明确点出了 所谓解放军攻台的七个可能时机 以及解放军对台湾可能发动的作战形式等等 都备受外界关注 此外 台湾2022年度所谓防务预算书 也在同一天上交台立法机构 其中涉及多项反制解放军的重大军购项目 下面请看记者尹赛南 普燕的深度报道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台防务部门于日前发布的 2021年度解放军军力报告书中 明确罗列了解放军攻台的七个可能时机 包括台湾宣布独立 明确朝向独立 内部动荡不安 获得核武器 两岸和平统一对话延迟 外部势力介入岛内事务 外来兵力进驻等 其中外来兵力进驻一条备受关注 原因在于近来台美皆有人提议 美国将弹药提前储存在台湾 不仅如此 该报告还宣称 解放军对台可能的行动包括认知作战 灰色地带威胁 联合军事威慑 联合封锁 夺战外离岛 斩首作战 联合火力打击 全面进犯等 早在2017年 民进党当局就曾部署台军方 大搞所谓紧急撤离训练 身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蔡英文 甚至在众目睽睽下乘坐云豹装甲车逃到了指挥所 引发岛内各界一片哗然 除此之外 新版解放军军力报告书中还首度公开对解放军003型航母即将服役的担忧 据悉 003型航母是解放军第一艘不依靠滑越甲板且具备电磁弹射系统的超级航母 预计将于2025年服役 有专业人士分析 003型航母服役后 解放军将具备在第一岛链内对台美区域拒止及反介入能力的完备优势 台湾联合报评论 台军曾在去年的报告中表示 解放军受限运输载具及后勤支持缺乏等问题 现阶段尚未具备大规模登陆作战能力 而随着解放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 海峡两岸的军力差距日益扩大 台军不得不承认大陆在台海作战方面威胁甚具 而就在解放军军力报告书发布的同一天 台防务部门向台立法机构提交了2020年度防务预算书 其中包括建制F-16远距精准武器筹购 雄生飞弹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MQ-9B无人机等七大打击武器 以求延伸战略防卫作战纵身 建立所谓嚇阻力量 据悉 2022年台湾地区防务总体预算将高达4717亿元新台币 创下历史新高 针对美台军售问题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孝曾明确表示 台湾问题事关中方核心利益 中方强烈要求美方信守承诺 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停止受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决心意志和能力 坚决挫败任何形势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连日来 解放军多次在台岛周边海域进行士兵演练 那么台军方此时列出解放军武统七大时机 究竟意欲何为 本次的军购案又是否真的能起到所谓贺阻作用 为此两岸头条节目组连线了香港军事评论员宋忠平 来听听他的看法 解放军什么时候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也希望台湾当局和那些民进党的政客们 好好去研究研究反分裂国家法 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台湾可能无限期的和中国大陆分离 这个也是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实际需求 所以作为台湾当局来讲的话 千万不要一意孤行搞台独 更不要引狼入市 让域外势力来干预中国的统一大业 否则的话解放军将会采取另类的方式 来解决台湾问题 当然呢 一国两制是最佳的选择 如果台湾当局不要一国两制 那么只能用一国一制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民进党当局有一个事情搞不清楚 通过不断的购买武器装备 能买到一个现代化的军队吗 能买到一个强大的军队吗 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是个伪命题 那么台湾当局要明白一点 坚持久而共识才是台湾当局唯一的选择 对两岸来讲的话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一意孤行 以武俱统 这本身就是一条死胡同 是一条死路 拿台湾老百姓的钱来孝敬美国主子 这本身就是毁坏民生 弹漠民生的一种体现 也是断断不可行 所谓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 包括其他的一些火炮系统 美军都要卖给台湾当局 但是这种武器装备对于所谓巨守台湾 不会有丝毫的好处 对台军来讲的话没有丝毫的价值 但是这一系列的武器装备 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就很有价值 让美国的军火商挣的是盆满钵满 美国并不关心台湾是否独立的问题 但是他更加关注的是台湾的市场 无论是民生的市场还是军火市场 这都是美国最关注的话题 但是让台湾当局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 来购买美国的这些垃圾武器装备 只可能是让台湾当局丧失在台湾老百姓中的信誉 信誉扫地成为必然 本网今天发表题为 渲染解放军军力源自台独势力心中有鬼的两岸快平 文中指出 台海区域真正的危险源是岛内上下窜腾的台独势力 以及企图打台湾牌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势力 民进党当局与其鼓噪大陆所谓军事威胁 不如反攻自省 停止台独挑衅举动 两岸统一是必然之事 而能否和平达成这一目标 关键就看台独势力是否能够悬崖勒马 据台媒报道 从8月2号开始长达近一个月的 由美国主导的大规模全球演习全部结束 有观点认为 这场号称40年来规模最大的演习 甚至已经是美国动员其全球武力 并号召盟友共同打一场 在欧洲与亚洲同时进行的所谓世界大战 尤其值得留意的是 外媒传出此次全球演习 原定包括模拟台海发生战争的演练 但最后这部分计划被零时删除了 请看记者无疑的跟踪报道 据台媒报道 这场长达28天的演习可细分为两部分 一是原定2020年在欧洲进行 却因疫情延期到今年的大规模演习2021 时间是8月3号到15号 另一场18月2号到27号 以印太地区为主的大规模全球演习2021 两者时间大部分重叠 对美国来说等于同时在欧亚两个战场开战 报道称本次演习也是1981年以后 美国海军和陆战队首次联合进行的大型演习 据美方发布的消息称 这场演习跨越17个时区 目标是向俄罗斯与中国发出讯号 展现美军具备对中俄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能力 有外媒指出 原定去年举行的大规模演习计划中 其中包含了模拟台海发生战争的演练 但是演习因疫情而推迟 到了秋天时 华盛顿将原计划中有关台湾海峡战争演练的部分删除 一些专家猜测 可能是当时进行的模拟台海战役的战术推演中 美军已惨败告终 因此才在大规模演习中 删除台海战争演练的计划 另有观点认为 删除这部分计划是为避免过度刺激而升高对立形势 与战术模拟演练结果无关 针对美军举行大规模演习202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大校曾于8月26号表示 中方一贯主张国家间军事交往合作 应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增进理解与信任 而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以他国为假想敌 组织大规模军演 在有关海域拉帮结果炫耀武力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这与地区国家求和平 促合作谋发展的普遍诉求背道而驰 需要强调的是 奉行单边主义 鼓动对立对抗 只会导致剑拔弩张 绝不可能带来所谓自由开放 希望有关国家 正视亚太各国人民 对于和平发展的共同期待 顺应历史潮流 摒弃冷战思维 停止集团对抗 多做有益于地区和世界 和平稳定的事 中方将继续坚持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同地区国家一道 深化安全合作 共同应对威胁挑战 推动亚太地区 成为全球格局中的稳定板块 当地时间8月31号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 应邀出席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董事会 为其履行举行的视频欢迎活动 并发表主旨演讲 这是秦刚从7月28号赴美就任新职后 首次就中美关系发表长篇演讲 秦刚强调 如果有人支持纵容台独 14亿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请看详细报道 秦刚表示 此次他出任中国驻美大使 将加强同美各界沟通对话 当好中美间的桥梁和纽带 增进相互了解 努力推动构建更加理性 稳定可控 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同时在谈到台湾问题时 秦刚再次强调 中国人民像真是生命一样 真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秦刚表示 中美双方要明确底线 相互尊重 希望美方高度重视 并认真对待中方提出的三条底线 两份清单 特别要在涉台 涉港 涉江 涉藏 南海等问题上 谨言慎行 尊重中国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不要触碰和挑战中方的红线 秦刚强调 如果有人支持纵容台独 14亿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如果有人想让任何一个州从美国独立出来 美国人民会不会答应 将心比心 希望美方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 慎重处理有关问题 这是中美不冲突 不对抗 发展建设性关系的根本前提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将在9月25号投票 被岛内认为是最有利的两位参选人 现任党主席江启臣与前任主席朱立伦 都是行程满当 利用这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在全台湾各地走访争取支持 请看报道 江启臣31号在接受专访时 被问及如果当选 是否邀请这次同样参选的朱立伦 担任副主席或荣誉主席 江启臣表示 相信中国国民党党内前辈 应该不会计较什么位子 而是如何在适当角色上 对中国国民党有帮助 只要他连任 不仅朱立伦 希望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内前辈 都能给予协助指导 他会非常谦卑的请义 对于自己是否参与2022年 台湾地区县市选举 江启臣指出 他的态度就是如果中国国民党有需要 他不会闪躲 大家是同一个团队 当中国国民党面临重大挑战 就要有为中国国民党奋战的精神 若他连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 不用担心没有人选 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会赢的人 此外 另一位参选人朱立伦 日前在前高雄市副市长李四川 前中国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等人的陪同下 到前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的老家拜访 王金平则在高雄市副议长陆舒美 高雄市农会理事长肖汉俊等人陪同下 共同出席这场会面 据台媒报道 双方闭门聊天约一小时之久 会面后朱立伦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现在最重要的是在党主席选举之后 如何团结中国国民党 让中国国民党更强更有战力 并在两岸关系扮演重要和关键的角色 朱立伦与王金平会面后 对于是否牵线朱立伦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会面 李四川表示 朱涵二人会自己联络 据了解 韩国瑜与朱立伦江启臣都未碰面 但曾有电话联系 最后再来收看一组两岸快讯 传承华夏文明 颂读中华经典 2021第五届海峡两岸 即香港澳门地区中华经典诗文颂读大赛 全国总决赛颁奖胜典 于2021年8月25号下午 在沈阳广播电视台开幕 向第五届海峡两岸 即香港澳门地区中华经典诗文颂读大赛的成功举办和圆满收官 表达诚挚的祝贺 大赛从2017年创办以来 受到了海峡两岸 即香港澳门地区颂读爱好者的喜爱与支持 在两岸文化交流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本届大赛自六月开赛以来共举办了58场海选活动 其中包括了20场线上比赛 我觉得这个活动举办的非常的有意义 对 然后因为我们都拥有同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要多多地继续举办下去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9月1号早上6点27分左右 台湾高雄市发生4点1级地震 震源深度17公里 镇中位于高雄市那马夏区南部 持续约20秒左右 地震带来的明显晃动 造成那马夏打卡努瓦部落 以村店电线损坏 约30户出现停电 经电力公司紧急抢修 已于8点08分恢复供电 不少民众被瞬间的地震邀请 目前尚未有其他灾情传出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台湾网 也欢迎网友们在中国台湾网 头条号抖音号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 感谢 感谢